全国的投资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三万破证 那今天盘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跟昨天是不太一样的 今天的台积电就稍微比较强一点 那虽然说今天的发哥并没有说特别的强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台积电一涨 它就产生某种程度的吸睛效应 这也不是说不好 我个人看法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地方 毕竟它是全职股 中指数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看到台积电涨 应该心会安一半 那就看台积电有没有本事 过这条26日的移动平均线 有人在问我说为什么用26 去看一下我的小教室 我上面有在解释过 它其实就是跟MACD做一个对应的 那虽然说今天的联发科 稍微遇到点震荡 稍微遇到点震荡 IC设计 今天普遍都是比较偏向杀尾盘的 你看像这个今天长条爱普 也是杀尾盘 还有很多 包括像这个资源 大部分尾盘都是下来了 表示就是说已经先长的 它已经先面临到的一个什么 卖压了 所以说你看像有一些 像包括什么 像材版的部分 像欣欣也是 你看这些原本已经先长的尾盘 都稍微有点卖压出容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情 本来就是大概一个轮动轮涨的格局 好 重点是在什么 重点就在于就是说 在今天的这个架构之下 你看我们手上还有四堂股票 可以亮灯涨天 而且都是公开的 之前我可能比较少提 因为之前我都是拿来做 当冲 做短线为主 敦泰是公开分享过的 早上刚才提到了 但是我相信天狱跟爱普 特别是爱普 大家应该是很熟悉 基本上来讲 有低点我都会带会员满 所以看他今天股票的这个强势 他说没有 就像我之前刚才提到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反败为胜 要勇于抄底 你去回想一下像天狱 爱普 天狱可能我不是在 很早很早跟他提醒的 但是像爱普是很早很早 就跟他提醒过了 天狱大概跟敦泰是同个时间提醒的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 我只是要让投资朋友大概了解到 把握逢低布局的重要性 把握逢低布局的一个重要性 有多么的重要 我相信如果你今天 即使你不参加会员 但是你有持续的看节目 我相信我在节目上 我一直灌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不求买最低也不求卖最高 但是有些股票它实质上真的是出现非常严重的超跌 这样子的股票本来就是应该把握逢低布局 就像我常常讲的 低档背里不表示他不会再跌 但是基本上离低点也不远 我是不是常讲这句话 既然你知道他离低点也不远了 那我现在反问大家 你要等到确定长老在来追 还是少了你在逢低卡位 所以我相信今天来跟他聊这个 不管是天狱 艾普 我觉得都会特别有感 特别有感的 这就是我一直跟他提醒的 那你说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投资朋友 你觉得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等一下来 先卖个关子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那今天大盘的量也OK 今天大盘的量还可以 有量有价 就说我们常在讲 我常在讲 就说什么叫价水量增 如果今天是大跌124点 那么2200亿就不太好了 可是今天毕竟是涨124点 所以这个量又比昨天稍微增加 这种就是所谓 有点打折水棍上的那种感觉 你看这个量 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量是很漂亮的 你们不觉得吗 你看我们看11月份这几天就好 你看手稳12日线 稍微蹭一下 然后量控制到1515亿 稍微回撤1638亿 确定要涨了 再增量到1757亿 昨天呢 昨天是直接跳空过了月线 量增到2550亿吧 为了要突破前面这个长黑的反压呢 今天补量到2227亿 这个图画了好漂亮 这是所谓的看头说故事的 这是很多朋友讲看头说故事谁不会 本来就是解盘 解盘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我现在看我节目久的啦 我大概都给大家关注一个观念 指数涨 比如说今天大盘大涨 肯定是有利于你选股 还有有利于你这个操作 也是验证你选股选的好不好 因为指数涨嘛 你说指数涨 你的股票跟得涨 那肯定是最好的啊 问题是有些股票是指数涨 他就是不涨 那就麻烦了 你看 我好几天没跟他聊立志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为什么 太弱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看节目买立志的 我要先提醒你 我要先提醒你 等一下我来讲为什么要提醒你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四档股票的这个部分 因为今天四档都要稍微交代一下 不然又有人说 哎呦老师你都那个不讲那个不讲 不是我不讲 有时候时间真的不够 你看我上网还有一档节目 还有下一档节目 我都觉得不太有时间 去讲一些操作的理念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嘛 那时间怎么会够 我们先从那个志情来讲 因为我比较少提志情 因为志情都是被我拿来做当中的部分 好 那我们也知道嘛 这个志情的部分 升级股其实最近有少数几档表象还不错 那为什么我会锁定志情 最主要就像我之前有跟他提醒过的 他拉回的过程中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并没有破年限 我相信这样子的观念 之前我有给他关输过 就之前我们在做那个旗红的时候 我也跟他提醒过 就是说有些个股 当大盘在拉回破底的时候 他也跟得跌 但是你看当大盘不跌的时候 你看他也是没破年限 也手稳在半年限 就一个技术面的层面来讲的话 的确这样子的格局有利于他反弹 只是说这个反弹的幅度会有多大 会不会挑战季线 或者挑战前面的颈线 这当然要看他的体材 能不能自应 如果他的体材够强的话 那当然有可能 反弹个0.5 0.382都有可能 可是也有可能他的反弹的体材 没有办法支撑他反弹到季线的位置点 这个情形就很像巨艇也是一样 突然急拉遇到压力 季线稍微拉回顶一下 你看为什么我选巨艇 他没破年限 他要守住年限 大家懂这个道理了吧 所以像这样子的股票的布局 也是在我的整个配套布局的部署里面来讲 也是蛮重要的一群股票 不然怎么会有像巨艇 有像金居这些股票 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少做低价股的 可是我说过 我考量到有些投资朋友 他的资金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也许你在18000年有1000万 可是你说你现在还有一千万吗 除非你做空 那要空对股票 空错的布局还有一千万 所以这样自行大家了解了吧 所以说这个股票来讲的话 我都选择低阶 我们来看一下 先讲一下当冲的部分 因为已经排出来了 你看这是今天的操作 当冲会员的部分 周鸿冲 自请 整体表现符合预期100到101进场布局 一开盘就买 买得好漂亮吗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我问你 我相信不用我发掌停板当冲 你们都会冲掉了 对不对 没错吧 今天周老师引进门 我告诉你可以买自请 掌停充不充在个人 应该别问我多讲什么吧 还是要充啦 还是要把它充掉 因为当充会员就是当充嘛 不然变留仓会员 那不是变一般会员 手中持有自请的会员请注意 建议定价掌停板108当充出场 不留仓 恭喜今天当充会员 昨天神准也大赚 今天自请再大赚 刚才这两支我就带你们贪万几千块的价差 会费都回来一半了 很多参加那个短期的 两天你们会费已经回来一半了 这还不包括礼拜一那天做的 还不包括上礼拜一做的 好了不管了 大家有钱赚开心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带会员就是这样 在会员都有赚钱 开开心心的 哪怕一天能 你看我们之前当充有时候赚的比较少 你们看一下 有时候当充会员探价很call 我当充会员探价3call 也许不多 可是因为这两天行情比较大 记不记我上个礼拜就跟他提到 我说当行情好的时候 那个价差会拉大 昨天是不是神准就大赚 今天你看自请在大赚 不会call 滑意啦 好 这是当充会员的部分 那么专案会员也不会对不起他们 早在上个星期11月4号 我们就带领一般会员 买进什么 自请 买在哪里 96 96块半 那天买完之后还给我压下来 但是这不影响 我认为会涨到股票 它还是会涨 那你看今天做价差 怎么做呢 涨停板一样做价差 你看光这一笔 凶器万二块的价差 赚的不会比当充会员少 恭喜啦 这是自请的部分 那当然自请的部分 基本面的部分 我就不去多讲什么了 反正他这个移上来的药 反正正在等待解盲 如果真的解盲成功 我这么讲好了 说不定他真的有机会再讲一段 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到 因为我跟讲 做生计股 感觉起来好像就在赌一把 那样感觉 所以我不是说不带 也不是说不做 我竟然挑我比较有把握的 这大概就是 你们很少听我在讲 生计股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大家知道 生计股的获利 很多公司它的获利能力 是没有像上市公司 电子那些公司那么好 但是生计股它花的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愿景 花的就是一个梦 所以你说你把自行的财报拿出来 你觉得它上半 它前九季 前三季也不太赚一块一多 凭什么股价一百块 感觉起来就有点虚 可是生计股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像生计股来讲的话 就是存短线操作 这是我的做法 给大家做个参考 所以我们今天自请 做当冲也做价差 这大家跟他提一下 然后我想艾普也是我很常聊的一档股票 来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你看到这个艾普 早在10月24号就公开分享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 我没有公开分享像艾普这些股票的话 当然你可以马上在留言区说马后炮 本贵 吹牛 骗子都可以 今天11月8号 你去回首一下过去这半个月来 艾普虽然它不是说一档很标的股票 可是不要小看它 这个艾普从最低点137 我当然没有买在最低点了 你看我们从最低点来看的话 今天多少 一百八十块 也还可以 也不错 三成 粗油 一波段来讲的话 那你看我当初我选艾普 我当初跟投资朋友讲过 我说也许第三季 的确我跟上 第三季几乎每家IC设计都被影响 哪一家不被影响 每一家都被影响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选他 就冲着他上半年还赚了7.38 所以以这种获利能力来反推 他的股价的这个价值来讲的话 我一直觉得真的不贵 所以你看我在发call讯的时候 我怎么发的 大家看一下来来来 10月26号你看他的艾普 股价呈现低档背离明确 表示以严重操跌 为什么我要加这句话给会员了解 你们懂这个意思吗 你们懂这个用意吗 如果我今天什么都不讲 艾普139 140买进 有的会员 我跟你讲不要说投资 不要说非会员好了 会员看来会觉得说 不然有什么买这种股票 就叫他们买 那百分之买又落下来 我看是新的买 没想到掌握去说 要在买这种 主要是这样不可以 你都没说那么买 我都没买 我就是不要让 我的语言 有所谓的遗珠之恨 所以我宁可call讯的字 打多一点 当然我知道 我看过北雷老师字更多的 我还可以翻页的 那才厉害的 我尽可能再简短 所以我还是简单告诉你 就是说股价呈现低档背离明确 表示以严重抄跌 空手的139 140还是卖 这是10月26号 我在10月18号其实有开始布局 但是我觉得那太久了 我就懒得去找了 我给他看的是比较近的 10月26号那天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来 黏住了 看一下 那天我们布局爱普 尾盘他给我打到137 小套 但是没问题啦 反正我认为都在低档 就是差个几块钱我觉得都没差啦 那今天的爱普也蛮强的 昨天当冲也大赚 今天当冲持续赚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今天买在167到168 一开盘就敲进 然后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周老师引进门 看待掌停板要不要充在个人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吧 就像志勤一样啊 你按照我的指示买进之后 看到志勤掌停板 不充的是笨蛋 所以来 应该也不用我多讲 今天爱普一样挂掌停板当冲 今天的爱普在大赚13块的价差 恭喜所有的会员 即使你看电视不是我的会员 我相信爱普你做个小波段也可以大赚 看你的成本 今天在这边我只是要让大家了解到 我的一个操作的理念 我不是要来凸显说我有多厉害 我先跟大家讲不是 绝对不是 我相信排名上比我更厉害的啦 你们一家一个一去看 我绝对不会是那个最厉害的那一个啦 但是我要让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今天你来找我 今天当你选择决定要加入我的会员的时候 我必须要很清楚的让你知道我擅长的是什么 除了买在别人不知道的起账点之外 再来附加的价值也非常的多 你看 比如做价差 这不是我最擅长的吗 你看我们刚才看了字请 一般会员价差一张一万两千块 加上当冲的话 对不对 我们有些会员是两个等级都参加啦 又参加当冲会员又参加一般会员 它是两个等级都有啊 你看它光得一党字请 我跟你说真的会员早就回来了 你还会去计较说 哎呦老师不知道赚不赚会员 我讲难听一点啦 现在离会期到还那么久啦 才短短几天我已经基本上会员都带你们赚回来了 这是爱普的部分 爱普的部分 好啦 选古真的是一门艺术 真的 朋友朋友 我相信你们越来越会有体验的啦 就说很多股票我公开分享 就好比说明天会来聊这个敦泰 跟天宇也是一样 很多股票我公开分享 可是为什么你赚不到 为什么 问题出在哪里 是我的错吗 因为我公开的哦 那为什么你们赚不到 这就是一个美国 这样大家就听到了 大家懂了吗 这就是一个 一个美国啦 好啦 先进完 等一下回来聊一下敦泰还有天宇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冲头部2022双十一 风塘大放纵 今天入会全面1111再加1 今天入会全面1111再加1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冬头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冬头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冬头部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 868 陈冬头部2022 双十一 东方大放纵 今天入会全面1111再加1 今天入会全面1111再加1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我当国民法官会不会太年轻啊 这段期间不能打工 那房租该怎么办 放心啦 国民法官需要老人的经验 也需要年轻人的观点啊 而且审判期间还有酬劳可以领 YES 你这么老口 马上你帮我拿着 谢谢 国民法官需要您一起参与 好 时间紧迫 来 赶紧来看一下天狱 天狱你看更早之前就分享 没有看到10月7号 夭壽的 那时候大盆那么烂 10月7号大盆在干嘛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月7号好了 正好准备往下跌破13000点 但是为什么周老师分享天狱 感觉好像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不对 可是你们平心而论 你看这是大盆 大盆是不是后来达到12 628 对不对 可是天狱也是有下来 越挫越勇 你看 也许那个时间点去买 你会说早上你没准 你还稍微套牢 但是我说过 也许你不会买骨骼 但是你要看我怎么买的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请问我是10月7号买的 不是吧 我是13号买的 你才买 我说过了 我分享股票 我会提早分享 给你有充足的时间考虑 要不要跟我操作 那可能你自己买的 你可能 周老师我看你的节目 你害我了钱 那是你自己要 那是自己判断的问题 记住我这句话 懂吗 我绝对不会故意害人家的 因为我早上有讲过 有些股票我先选出来 一定有我的道理在 我只是提早分享而已 这是精确的买卖点 麻烦你 还是要跟上我的脚步 这就是所谓的操作笔记书 你比如说 周老师10月13号 一顿月钱 对不对 我拿出来说 来 我们看昨天好不好 这是昨天的抗讯 一般会员 天愚是我一般会员的股票 一开始我就决定给一般会员买 因为干嘛 为什么 一百多块还可以 一般会员天愚你看 筹码底部形态结构表现符合做多的要件 空手的建议多少 108 109卡位 昨天 昨天会员开开心心的买进天愚 对不对 今天直接开开心心的转立智掌天班 这样有了解了吗 好 天愚点到这边了 好 敦泰 可能很多人会吐我槽 你什么时候讲过敦泰 有啦 我跟你讲 我做事情都是按照规定的 那个时候10月26号是遮起来的 我是不是告诉他说 这档股票我要留给新会员当见面礼 你看我这边又写什么站稳记线 有没有看到 站稳15啦 底部买盘相对积极有没有看到 稍微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一模一样 敦泰 对 我现在把这个黄黄的把它拿掉 你们自己看 钢基级股票 你看K线一模一样 是不是一模一样 敦泰 来 10月 这很晚分享的 你看 26号才分享 10月11月4号才买 还不是一下子就买 你看 敦泰买在哪里 66到66块半 有没有看到 买了还稍微爆了几天 看一下今天的敦泰 赚得不多啦 因为我们买在66 但是你看 它这种反打前三的这种格局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一个打十个 这种叫做反扑 大家懂吗 表示说它这边的底部已经打得很扎实 像这种股票 你说它涨完了吗 拭目以待 大家请拭目以待 我相信很多股票我不吝啬于公开分享 那当然啦 有些股票你可能会觉得说 说老师你分享这么多股票 那我们怎么知道要怎么操作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醒大家 我说过我不会吝啬于分享股票给大家 但是很多股票你根本无法掌握到精准的买卖点 有一个人可能买早了 有可能还买晚了 还追高的都有可能 那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法还是跟上周老师的脚步 还是跟上我的脚步 不管你决定要参加那个人等级 你看我们今天很公平 顶级会员有艾璞 对不对 然后你看像天狱这些特别会员都有 之前也是一样 就大家都很公平的啦 雨露均沾啦 今天大家都有钱赚啦 今天大家都有钱赚 都很开心的啦 这真的是我在一个整个在布局上配置上 这是我特有的一个风格 我特有独特的风格 那时间的关系 其他的个股那个励质的部分 因为励质真的比较弱啦 明天再来聊好了 今天可能时间也不够啦 我其实不太喜欢去跟他讨论一档落势股 可是因为可能有人有买 所以我们明天吧 我明天看看好了 明天上午或明天下午 我们再针对一些个股 再来跟他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 还有说一下我的看法好了 好了 总而言之 向下投资朋友 认同周老师的 想跟着周老师 可以这样子做价差 可以这样子做做短线 做做当冲的话 好好把握 你错过了上个礼拜我推的短期体验 也没关系 这个不要再错过了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都不用欢迎你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进行联系 那节目最后预讨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快点 不白 你们在干嘛 我还要带钥匙 这我家 你累了吗 我还没被钥匙 不白 你的被钥匙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不知道 保力达 蛮牛 沉沉头铺 2022双11 通常大放纵 今天入会全面1111 再加1 今天入会全面1111 再加1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尘头托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找到哪儿 看到哪儿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 为您解析 扫描QRCO 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